左周明评观点认为,明天盘中多,会出现,向五日线返抽的动作,仍会在2680点附近受阻后,在震荡回落创出新低点。 今天三大股指均走出低开,拉高法力,在震荡创出新低的走势,成交量萎缩至千亿以下亿二个交易日了,加上部分白马股不跌,说明市场情绪也低迷至极。 但从另一方面看,股指因跌不止,个股却收红居多,个股拒绝下跌,是否意味着短线股指见底,日线图上虽处于下行通道中,但短线处于超卖区域,股指短线面临反弹要求较强。 由于市场焦头清淡,盘中反弹并未出现持续的热点,股指或是处于磨底过程,这个阶段应低防的是前期强势个股不跌,股指今天创下新低2647点,离2638点只有9点。 明天关注2640点附近支撑,在单野新低后出现反弹的概率较大,今天涨幅靠前的依然是军工板块,9月份以来军工板块展现出较强的防御属性,2018年上半年军工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上市公司业绩均有显著增长,再加上11临近,军工板块也应该要表现,后期这个板块回调应该还是机会, 但一般11之后再表现的概率不大,所以,即使是炒作军工也应该是短炒,周期性板块既昨天大跌以后,今天没有出现强势法谈,说明周期性板块昨天是真跌,只不过主力很好的利用了传言,受到白马股估值下意影响,今天白马股跌幅靠前,恩华要业,大华股份大跌近9%,海康威视跌跌停,顺心农业, 福林榨菜,华东医药,艾尔眼科等多指高位股纷纷重挫,这些蓝筹股后期应该还有下跌空间,特别是前期没有大跌,的个股都有补跌的嫌疑,建议大家回避,如果明天大盘先向2665点附近拉高,或会冲高回落,破今天低点去考验2638点支撑可有加大, 如果早盘先回踩2640点,再向上反弹,或会走出先换一后阳,收出小阳线,总之,按照目前状况看,2638点孔南,已提供有效支撑,清空仓者,不宜介入,且行且珍惜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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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